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副主席罗亚库 政工部部长赵埃纳来 中央办公厅原主任李祖烈 政工部原部长延生病 政工部常务副部长尼爵 副部长李肖元 副部长楚贤忠 对外关系部副部长李赛荣 蒙茂县委副书记鲍尼门 瓦邦副协副主席张一旺等领导出席会议 政工部 对外关系部 司法委 妇女协会 联合军谋旅 蒙茂县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政工部副部长楚贤忠主持 楚贤忠副部长首先就参加此次 教队工作的与会人员进行了介绍 赵埃纳来部长指出 根据党中央的相关工作指示精神 政工部组织工作人员负责将党纲党章支部工作讲解 翻译成免文版和瓦文版并进行校对定稿等工作 目前翻译工作已基本完成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出现错误 还要进一步进行校对 希望此次会议大家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集中力量共同做好校对工作 罗亚库副主席指出 我们瓦邦地区有十多种民族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发展方向 我们要尽可能地将党纲 党章等纲领性文件 以不同的语言方式落实到基层 因此 教队工作十分重要而严肃 翻译出来的文字一丝不能变 我们翻译和教队的工作人员也要有一定的政治素养 要了解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希望大家能同心协力一同完成好这项工作任务 政工部前任部长严生炳表示 我们联合党有几万名党员 而大部分党员均不懂汉语 所以要让每个党员了解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相关的方针政策 就要以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去宣传落实 希望大家集中力量 发挥各自的才干 把此次教队工作做好 圆满完成好党中央下达的此项工作任务 会上 政工部常务副部长尼爵 对外关系部副部长李赛荣 妇女协会副主席张一旺等与会领导 就教队工作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 此次教队工作自18日下午开始开展 具体结束时间将根据教队工作的开展情况而定 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巩固我党在部队官兵心目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防止和纠正信仰危机 普遍提高干部政策和政治水平 着力提升基层干部管理和业务能力 进一步增强干部的责任干和实命干 6月17日上午 联合军谋旅第13期政治学习班 在旅部机关礼堂举办了开班典礼 该旅旅长 鲍埃康 旅政委 赵小虎 副旅长 魏三队 李尼三 旅副政委 陈三爱 旅办公室主任李儿荣出席开班典礼 旅机关及个营科级以上干部 及干部学员参加开班典礼 旅办公室副主任钟志炎主持开班典礼 开班典礼在嘹亮的帮歌声中拉开序幕 旅政委 赵小虎 做动员讲话 他说 今天来自各营 各机关科室的营科级干部 将在这里进行为期13天的 集中学习和培训 在此 我代表旅党委 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同时也借此机会 向常年辛勤工作在各前纸 前线的各级干部 表示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举办这次培训班 其目的是要加强权旅干部和基层领导的党性修养 提高综合素质 发挥好各级党委 党支部等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为更好地打造一支政治合格的干部队伍 提供坚强的政治 思想和组织保证 希望大家利用好这个培训的时间 静下心来 好好的学 学以致用 在一定时期内要把我党我军各级党员干部 培养成为讲政治 讲道德 懂业务 守纪律的优秀干部 赵小虎政委在讲话中指出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报友详总书记的要求 就需要我们以学习培训为契机 不断加强各级干部的能力建设 努力打造一支党性坚强 作风优良 纪律严明 业务精良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学政治 讲政治 讲原则 不光是政工干部和党务工作者的事 军事干部同样要学政治 讲政治 讲原则 也只有明确了政治方向 才知道是为谁当兵 为谁带兵 为谁扛枪 鲍友详总书记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强调了 加强党的建设 一是要牢记党的宗旨 二是要认真实行党的组织原则 三是要加强对党员的管理教育工作 不断土固纳心 保持党员的先进性 针对本次政治学习 赵小虎政委还当场向教员及学员们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一 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 充分认识加强政治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 以集中培训为契机 切实加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 三 要严肃学习纪律 确保培训班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鲍埃康旅长在开班典礼上做指示 他说 加强党的理论基础水平是提高党员干部能力素质的根本前提 要把学习党的基本理论与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与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结合起来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始终保持政治上的亲信和坚定 不断提高政治鉴别能力和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理论学习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 集中培训的目的在于推动工作 参加本次学习班的学员和教员 几乎包括了我旅各单位营科级干部 历届党委对部队的政治工作高度重视 为了不断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 加强这支队伍的能力建设 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推进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建工作再上新个台阶 加快干部队伍建设又快又好的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鲍埃康旅长强调 各级党委、支部肩负着培养选拔党员、干部和各类人才的重任 就必须首先具备崇高的信念和优良的素质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是我党的一项根本性建设 加强党的科学和先进性建设 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 这是全面系统的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是加强干部队伍的执政能力 还包括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党员队伍建设和党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是我们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务工作的实践领域和探索方向 因此要搞好这些建设 关键在于是否有一只高素质、懂政治、懂军事的干部队伍 我们必须下功夫抓好干部教育这个重要环节 不断提高能力素质 保证党的宏伟目标在预期内顺利实现 鲍埃康旅长指出 由于种种原因 目前不管是政工干部还是军事干部 普遍存在工作重心把握不住的多种情况 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并着力改变这种状况 树立干部培训教育新观念 要清楚地认识到干部的教育培训 尤其是对基层、中层干部业务和党建知识的培训 既是一种智力投入又是一种人才资源开发 要站在推进党的伟大事业 建设宏伟工程的战略高度 找到干部教育培训与掌握当前的形式要点 切实抓好干部的专业培训和新知识培训 使广大干部进一步更新知识结构 尽快培养起与当前国内、邦内行事相适应的创新能力 法治观念和服务意识 不断提高政策运用、认人危险、统筹资源等方面的业务能力 鲍埃康旅长寄予大家说 为了办好这次培训班 旅党委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 在培训方式、课程内容上做了精心安排 努力为参训学员创造一个集中学习、交流经验、增长知识的平台 为此希望大家珍惜这次学习机会 严格要求、虚心学习 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参加培训 希望大家在学习中紧密结合前指、前线和本单位政治思想工作和档件工作实际 边学习边思考 紧密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找准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 特别要看看平时的工作方式方法上还有哪些不到位的地方 通过联系实际认真思考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切实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 所有参加培训的人员要自觉遵守纪律、服从管理 在学习培训期间 希望大家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 尽量不要请假 正确处理好培训和工作的关系 真正把培训和工作密切联系起来 合理安排好自己负责的各项工作 珍惜这次培训机会 真正做到学有所成、学有所得 为学习班服务的生活组、纠察组、医疗组 做好自己所担负的工作 上课期间要对课堂纪律认真检查 教员授课、学员学习和出勤等情况 要每天对全班通报 教员要严格按照旅党委的计划和学习班的要求 认真备课、认真上课 要让这个培训有效果、有成果 严禁出工不出力、搞形式、走过场 正确区分学习和宣传 让我们广大干部同志能学到有用的东西 同时也是实现自我提高、自我突破的有效办法 增强我们各级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 该旅副旅长魏三队、副政委陈三爱 也相继在开班典礼仪式上 就此次政治学习做了指导性讲话 开班典礼仪式最后 学员代表做了表态发言 接种新冠疫苗是疫情防控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也是防止疫情传播的有效手段 为贯彻落实中央 县委县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 实现应接进阶 从6月2日起 由瓦邦卫生局和中国远外医疗队 共同组建的医疗团队来到蒙茂县 并赶赴各区乡村 有序开展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工作 据了解 蒙茂县委县政府及当地医疗部门工作人员 各单位工作人员及各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此次疫苗接种工作 按照应接进阶稳妥实施有序推进的原则 精心制定实施方案 明确任务分工 以确保疫苗接种工作安全有序规范 这期间 各区政府领导各乡村主要干部 以及各区卫生所工作人员与医疗队协同配合 耐心引导群众按流程开展接种 保障接种现场秩序井然 另在开展疫苗接种工作前 各区政府领导各乡村干部 全力配合医护人员工作 逐户摸牌宣传 普及新冠疫苗接种知识 新冠疫苗接种应注意的事项 详细了解未接种人员的身体和心理状况 将疫苗接种工作宣传到位 动员所有合格人员接种 消除群众接种顾虑 引导群众主动登记 接种 做到疫苗接种知识 家喻户晓 在接种疫苗现场 大家严格遵守接种程序 并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 按照接种流程登记 身份信息 测量体温 血压 接受健康询问 随后前往疫苗接种区 在医护人员确认个人信息 告知疫苗接种相关注意事项 并确定无误后 接种新冠疫苗 接种完成之后 按照要求在留关区留关30分钟 确保无异常 方客离开 在此期间 医护人员耐心向群众解说注意事项 对群众给予关心 另据了解 截至本月16日 医疗队先后完成了 蒙茉县县城范围的 11个区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其中 纳维区累计接种新冠疫苗3120人 曼东区累计接种新冠疫苗3531人 联合区累计接种新冠疫苗4296人 格隆坝区累计接种新冠疫苗3470人 宫明山区累计接种新冠疫苗3061人 农业区累计接种新冠疫苗2510人 银盘区累计接种新冠疫苗2338人 县城范围累计接种新冠疫苗1189人 永冷区累计接种新冠疫苗3588人 班围区累计接种新冠疫苗4419人 动马区累计接种新冠疫苗3504人 癌城区累计接种新冠疫苗3726人 全县总共接种新冠疫苗38752人 疫苗接种工作暂告一段落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瓦邦新闻就您播送完了 想获取更多的瓦邦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搜索并关注瓦邦新闻局的新浪微博 和瓦邦新闻局的微信公众号瓦邦之音 随时收看最新的瓦邦新闻动态 分享至手机平台 掌上瓦邦网上瓦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